接下來就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解題策略 叫做Greedy Approach 它來打折 它來打折的話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有哪些內容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還是透過用比較的方式 很快的幫各位再帶入一下 Dynamic Programming跟Greedy Approach 它們之間的一個不同點 因為畢竟它們是有相重疊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 當我們現在正面對這個不同點了解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去認識說 Greedy Approach正式的概念是什麼 以及它的解題的設計策略和設計的方法為何 好 當我們今天就是說知道 Greedy Approach它的整個解題的設計策略之後呢 那我們當然接下來就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來跟各位介紹說 Greedy Approach它的解題的方法該怎麼去做設計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三個問題 第一個叫做所謂的最小擴張數 Minimum Spamming Tree 最小擴張數問題 基本上最小擴張數問題 它的有說設計概念是屬於Greedy Approach的這種做法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用背包問題 我們今天用一個叫做背包問題 用這個背包問題的話呢 我們去比較說 那個用Greedy Approach 跟用Dynamic Programming來解這個背包問題 它的一種解題這種比較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來講 其實這個背包問題 分成兩個種類 一個叫做所謂的Fracional的背包問題 一個叫做01背包問題 這兩個不同種類的背包問題來說的話呢 一個適合用所謂的Greedy Approach來解 另外一個適合用Dynamic Programming來解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去了解一下 這兩個不同的背包問題 它的特性為何 為什麼必須要用這兩個解題策略分別去求解不可 我們這邊會跟各位做一個比較 哪個問題的話呢 一樣是在求所謂的最短路徑問題 但是此時我們的最短路徑 是所謂的Single Pair Shorty Space Single Pair Shorty Space的問題 那我們在前面啊 我們曾經跟各位提到過所謂的 All Pair Shorty Space問題 那這個All Pair Shorty Space問題的話呢 我們是用別的解題策略來解 然後這個Single Pair Shorty Space問題的話呢 我們是用所謂的Greedy Approach 用貪軟法則來去解它 那透過貪軟法則所設計出來的這個 解Single Pair Shorty Space的這個問題 的這個演算法呢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所謂的Digestual Algorithm 這演算法非常有名 Digestual Algorithm OK 所以說那我們就繼續聊一下囉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先來了解一下 就是說Dynamic Programming 跟Greedy Approach 之間的一個 一個比較 那同樣呢 也是把前面 我們三個單元的一個比較 直接把它搬下來 不過這邊加了一些東西齁 你們慢慢來看一下 基本上Dynamic Programming 跟Greedy Approach 它們對於 具有限制的最強化問題 都可以用來解決它 都可以用來解決它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什麼叫做 具限制條件的最強化問題 我們剛才做了一個陳述嘛 在上一個單元的時候 那基本上來講 所有的具限制條件的最強化問題來講的話呢 是指說可以將這個問題表示成 具有一個目標函數 以及一些限制函數的一個式子齁 這一類所有具限制條件的最強化問題來說的話呢 一定會有一個目標函數以及一些限制條件 就是我們講的限制函數 那這目標函數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幫助我們 將整個問題真正的追加解給判斷出來 就是靠這個目標函數來做判斷 你今天在針對這個追加化問題 去做求解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我一定要讓它有一些限制條件把它幫得住 否則我在求解的過程當中 所求到的值可能會無限發散出去 那這樣的話呢 我要求到一個真正追加解的話 就會變得沒完沒完 所以說有一些限制函數 去把我求解的過程當中 所得到的每一階段的值 把它給限制在 某一個合理的範圍以內 OK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在求解 具有限制條件的追加化問題的話呢 就一定包含這兩個東西 既然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求解 具有限制條件的追加化問題 必須要包含目標函數 以及限制條件 那此時我們就思考一下 我們在求解這一類的追加化問題時 其實我們中間 會得到一些解答 中間我們在計算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得到一些中間的解答 那這些解答的話呢 基本上 會具備 下面這兩個類型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求解具有限制條件的追加化問題時 所得到的不同答案類型 可能會有底下這兩種不同類型 首先來看第一個 符合限制條件的所有答案 一般我們可以通稱為 所謂的可行解 那這可行解的話呢 在一個追加化問題 可能不只一個 OK 具有滿足限制函數 會不會我們講 具有滿足所謂的 限制條件的這種答案來講的話呢 叫做所謂的可行解 而這可行解 在我們一個 最佳化問題當中 它的可行解 可能不只一個 可能會有好多好多個 OK 那你今天把這所有的可行解 計算出來以後呢 此時 我們再拿它 去跟我們的目標函數 去做一個對應 去找出 真正的最佳解出來 所以說我們來看底下 底下 我們在這一起可行解中 你有沒有 目標函數 達到最佳化的話呢 那此時 這一個可行解 就是所謂的 最佳解 就是所謂的最佳解 而這個最佳解的話呢 通常只有一個 通常 OK 這個最佳解的話呢 通常呢 只會有一個 除非啦 你計算出來的 這些可行解 它的值 是一樣的 那可能 這是我的最佳解 可能就好幾個 所以說 如果你在講這個最佳解的話 你就是從一群 滿足限制條件的可行解當中 去把它 挑選出來的 好 這就是我們 在求解所謂的 具限制條件 最佳化問題時 我們中間可能會得到的一些 不同類型的解答 OK 那基本上 如果說你覺得 還是很抽象 以及你把之前 OR的概念 全部旺光旺的話 那沒關係 這個時候我舉一個 比較生活化的例子 來給各位聽 這樣就可以了 假設我現在是單身 雖然我已經結婚了 假設我現在是單身 那我這個時候我想要 娶一個老婆 那這個時候我當然要 從一堆女孩子當中 去挑選出一個 最佳的人來 來當成我老婆 對不對 那其實啊 基本上就是一個 最佳化問題 而且這個最佳化問題 它是有限制條件的 它的限制條件是什麼呢 基本上 這個人一定要是女的 廢話嘛 那所以說 基本上我的限制條件 很簡單 基本上 它只要是女人 就OK 那當然可以說 你滿足身體條件就可以了 我還有所謂的 目標函數 那是什麼呢 第一個 這目標長很漂亮 第二個 它身高要170以上 第三個 它的腿長 要100公分以上 第四個 它不需要有九頭身 OK 第五個 它的皮膚要骨銅色健康的 第六個 它有很大的雙眼皮 OK 所以說我的目標函數 基本上就有這麼多變數在裡面 所以說 如果說我已經要 從所有可情解當中 去挑選出一個 最佳解出來的話 很有可能會挑不到 OK 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人家講的嘛 通常來講 會跟你結婚的人 絕對不是你的 最理想的情人 最理想的人 懂意思了嗎 我今天講這句話 我不知道回去 會不會出什麼事情 OK 沒關係 所以說 今天你們只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求所謂的 具有限制條件的 最佳化問題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具有這樣一個 問題的那種類型 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順便 我剛剛舉的那個 生活化例子 基本上也 埋了一個東西在裡面 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 一個 最佳化問題來說的話呢 它是有可能會 決到最佳解 但是 它也有可能 找不到最佳解 它也有可能 會找不到最佳解 所以說你們要稍微 注意一下 這個情況 好 來 那我們就繼續 來往下講 我還有兩千克 不知道怎麼辦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就是說 具有限制條件的最佳化問題 它是 什麼樣的情況之後 我們就來認識一下 就是說 greedy approach 跟 你檔 那邊 那邊 補規面之間 他們 解題的概念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之前都已經跟各位講過 這邊只是做一個很快的複習啦 首先第一個 greedy approach 它所能夠解決這一類的問題的話呢 這類問題通常我們可以把它切割成 很多個 階段 來去做處理 所以基本上來講 greedy approach 它是一種階段性的 這種解題策略 OK 那基本上這個 這 當你先來那個最佳的問題 它是適合用greedy approach來解的話呢 那這個問題 你可以切割成好多個階段 來分別去做處理 那我們要對這個很多階段 去分別做處理的時候呢 此時 你就要去設計一個選擇程序 來去做一個處理 那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greedy approach 它具有一個選擇程序 自某其實點開始 對 每一個階段 足以檢查 每一個輸入是否適合加入檔案中 重複經過多個階段後 即可順利獲得 整體問題的最佳解 OK 所以說呢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選擇程序的挑選 非常重要 選擇程序的挑選 非常重要 所以說 在這邊 底下就有一行話給各位 一個選擇程序正確於否 或是我們講 一個選擇程序的適當於否 會影響到 堪農法則所設計出之演算法 在執行過後的答案 是否為最佳答案 所以說 基本上這個選擇程序的 這種挑選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在後面會舉那個背包問題 跟各位講說 當你今天這個選擇程序 選的不對的話 那這個時候 你的答案 就不是最佳的 我們會幫各位做一個比較 你們就知道 選擇程序 如果挑不對 你得到的答案 不一定是最佳的齁 這邊非常重要 好 三個 因為我們這個 規矩Apple它所面對的問題 它可以把它拆解成 很多獨立階段 分別去做處理 所以說 它的解題的難易程度來講 相較於 DynamicProgram來講的話呢 它是比較簡單 它是比較簡單的 OK 所以說 我們曾經跟各位講過 當我今天拿到一個 最佳號問題是 你要首先去思考說 這個最佳號問題 適不適合用 DynamicProgram來解 如果說 它沒有辦法用 DynamicProgram來解 如果說 它沒有辦法用 DynamicProgram來解 因為基本上 DynamicProgram來解 它的解題策略的設計 比較簡單 好 比較簡單 好 那這次我們就幾下 往下來看 如果說 今天你所要處理的 最佳號問題 無法找到一個 選擇程序的話 那此時你需要 考慮說 你用其他的解題策略來做 這邊所要考慮的 就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DynamicProgram 所以說呢 如果所要處理的 最佳號問題 無法找到一個 選擇程序時 則需要考慮 所有的可能情況 那就是屬於 DynamicProgram的解法 DynamicProgram的話呢 其實上個單元 就已經整個介紹過了 所以我們很快的 講過一遍 就可以了 DynamicProgram的解法 是這樣子 它先把所有的情況 全部看過一篇之後 才去挑選出 最佳的結果 也就是說 它考慮問題 所有可能的情況 將最佳號問題的目標函數 表示成一個 地回關係式 結合 回群與table的使用 以找出 最佳解出來 所以說呢 擺到一個回語的話呢 它是 將所有的情況 少過一遍 也就是說 它是考慮問題的 所有可能的情況 將這個所有可能的情況 把它設計成 一個地回關係式 這個地回關係式 這個地回關係式的話呢 包含兩個 一個叫做所謂的 終止條件 另外一個叫做 這個地回關係 它包含這兩個東西 當你先把這個地回關係式 設計出來以後呢 那 此時我結合 回圈 這邊 and table的使用 我們就可以 把這樣子一個問題 它的最佳解結果 給找出來 所以說 你們如果啊 前一個單元的 dynamic programming 那些問題 如果說你們都可以 搞得懂的話 其實你們就慢慢 就有這個概念說 欸 dynamic programming 它是怎麼去解一個問題 它就是透過底下那種方式 去解它的齁 還是我們就來看 往下看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說 國異底爾柏語 它大致上的一個解題的思維 是怎麼樣去做處理的 那此時我們就對 國異底爾柏語 它正式的概念 我們來做一個講解 國異底爾柏語 它從一組序列中 抓取資料時 每一階段要抓一個 該階段最佳的資料 是根據一些準則來決定 且此次的決定 和先前 已往後的階段 所做之任何一個決定 是無關的 這一段 拉一拉在的話 基本上 它隱含了一些話在裡面 隱含了什麼意義在裡面呢 我們來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 greedy approach的解法 它是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做處理的 這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我對於每一個階段 來說的話呢 我要去代表出 一個最佳的結果出來 基本上 是有一個準則在裡面 那這個準則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講的 選擇程序 就是所謂的選擇程序 我們是靠這個選擇程序 在每個階段裡面 去把該階段裡面的 最佳解給挑出來 基本上 每一個階段裡面的最佳解 它是屬於局部最佳解 它是局部最佳的 今天你在某一個階段 去把他的最佳解給挑選出來 這樣子一個決定 跟你先前前的階段 所做的決定 以及你往後下一個階段 可能要做的決定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後面就有一段號給各位 他今天跟你講說 此次的決定 和先前 以及往後的階段 所做的任何一個決定 是無關的 所以說這邊就告訴各位 基本上 每一個階段 都是獨立的 OK 每一個階段 都是獨立的 所以說基本上 他的這種 解題策略 就是所謂的 貪亂法則 為什麼這個東西就是 貪亂法則咧 OK 那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齁 那個 你們每一個解題策略 之前都有一個小故事 這個 前面的小故事 我們回去看了 他前面是不是跟你講 有一個小器材生 對不對 最小器材生 他的賺錢的一個法則 就是這樣子 他只想說 我在這個階段裡面 用什麼樣的方法 才可以讓我得到 最多最多的錢 我不管我之前 在賺錢的時候 我受過什麼樣的屈辱 或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跟我往後 我下一個階段 將來要做賺錢時 我可能會採取什麼樣的階段 會採取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我完全都不思考 我只思考說 我現在目前這個階段 我要怎麼去賺錢 才會是最多的 OK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這所謂的小器材生 他基本上 他是一個 一個 算是一個 小故事啦 他是跟你講說 一個很貪心的人 基本上 他不會沾錢顧後 他只知道說 我這個階段 怎麼樣弄錢才是最多的 OK 這個有點像我們現在的 社會新聞嘛 對不對 齁 齁 怎麼樣弄錢最多的啊 讚了 我沒有政黨概念啦 所以說 這個八牛案 我們就不要談了 好不好 OK 好啦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齁 我們在所謂的 greedy approach 解題策略來說的話呢 我只知道說 我目前這個階段 怎麼做 結果才是最好的 那至於說 我要不要沾錢顧後去 顧慮說 我之前的結果 跟我往後的決定 該怎麼做 這個我完全不管 我完全不管 我只看說 我這個階段 怎麼做是最好的 所以說 基本上這是有點 跟人性的貪婪 是有點關係的啦 所以它才被取名叫做 greedy approach 貪婪法則 我們既然知道這種 貪婪法則的概念 是什麼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設計的方法 設計方法為何 是一個 我們一直跟各位強調 它的選擇程序 特別重要 所以說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根據問題的目標函數 去把我的選擇程序 selection procedure 就把它給找出來 把這個選擇程序找出來 找出來以後呢 接下來呢 我根據這個選擇程序 從所有的輸入當中 每次逐一選擇一個 最佳的輸入加以檢查 如果這個輸入可以符合 問題當中的限制條件 則將這個輸入加入 反之則必須捨棄這個輸入 從這一段 你就應該知道 這邊要找什麼東西 要找什麼東西 可心解 對不對 我今天從所有可能的輸入當中 一個一個 去做一個挑選嘛 這挑選的話 是根據我們前面這個選擇程序 來做的挑選 但是這個挑選 必須要滿足 限制條件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限制函數嘛 對不對 好 如果有滿足這個限制條件的話呢 我就把它挑進來 如果不滿足就把它砍掉 所以說我今天挑進來的這個東西 叫做可行解 所以說 在這個階段 我們是在做可行性的檢查 這個階段 我這些東西的話呢 必須要滿足 我的限制條件 這些東西 才是屬於我的可行解 這個流程 叫做可行性檢查 OK 好 第三段話 未論 可以重複上述 選擇檢查的程序 所有 階段 執行完畢後 最後可以得到一個最佳解 或是不存在任何一組可行解 這邊 第三個步驟 它有兩個結果 所以說呢 基本上來講 第三段話呢 基本上來講 就是 挑選出所謂的最佳解出來 OK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 第三步來說 它是在做所謂的解答檢查 它是在找所謂的解答檢查 而這個解答就是我們的最佳解 但是我跟各位講過 一個最佳問題 它可能會有最佳解 但是也有可能會沒有啊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沒有任何可行解的話呢 還是你最佳解怎麼生 當然生不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幫各位 標了1月了齁 最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最佳解 或是 不存在任何一組可行解 所以說我也找不到任何最佳解出來 OK 好 所以說第三階段來講的話呢 就是 你一直重複前兩階段之後呢 這個時候我會得到 一堆的可行解出來 而這一堆的可行解的話呢 我要去根據我的目標函數 去做一個比對 然後 你找出我們的最佳解 但是 如果說前面 你找不到任何可行解的話 不好意思 你的最佳解 也會找不到 可以嗎 好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 整個設計方法的話 就分成三大步驟 第一步驟 先把選擇程序找出來 第二 我要去做可行性檢查 第三步驟 我要做解答檢查 但是不知道做完以後呢 我的最佳解 照理來說應該就會出來 要不然就是 我找不到解答 就這樣子 OK 的設計方法就是靠這三步 好 好 那我們明天好 就繼續往下跟各位談